遭遇枪击后 美国前总统川普首度接受媒体采访 访问川普的记者齐托表示 川普说那一刻他明白一切都改变了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他自己 事发后川普这张高举拳头的照片 在媒体和网络上被大量转发 川普表示他当时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没事 齐托表示川普告诉他 那一刻无关乎他个人 他认为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刻 他要告诉这个国家一切都很好 他很好这个国家一切都很好 此外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 川普表示他改写了18号将在共和党大会上 发表的演说内容 焦点从拜登转回团结美国 他说这是一个将整个国家 甚至全世界团结在一起的机会 川普也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发文写道 团结美国 齐托表示川普告诉他 他的演讲将聚焦在让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他认为当那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一刻 这非常非常重要 他知道这就是他想做的事 也是他该做的事 目前川普已经抵达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 准备参加15号到18号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川普将在这次大会上 正式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员 同时宣布副首人选 新唐人亚特电视池千里张其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